各位看官老爷好 欢迎回来 道道在此 等候多时了 话说项羽以鹰部蒲将军为先锋 大肆破坏秦军永道 截断秦军粮草补给 反应过来的秦军拼命反扑 鹰部苦苦支撑 项羽见秦军如此厉害 再也坐不住了 秦范曾镇守大营 接应尚未过河的储君 自己则带领不到两万千兵 冲入巨鹿城外的秦军阵营 二话不说就展开攻击 前将苏角听说 项羽不到两万人就敢进攻 认为他不过是自寻死路 于是兵分两路 一路向项羽的后方运动 阻击渡河的储君 切断项羽的后援 另一路迎头痛击项羽 你听说项羽发动了攻击 巨鹿城内的赵王歇和丞相张尔 立即爬上城头观战 不懂带兵打仗的赵王 看到项羽那点人马刚杀入秦营 就立即被大量的秦兵合围 认为项羽勇气可嘉 但是此局无意义乱击石 他深知巨鹿一战意义非凡 储君败 义军士气必然大受影响 秦军必然会趁机把各路义军逐一击破 储君胜秦军必将遭受重创 也许要不了多久就能结束战争了 急得团团转的赵王立即派人出城 向巨鹿城周围的各路义军求援 才发现此时的巨鹿早已被秦军围得水泻不通 莫说是人就是只鸟也飞不出去 事实上就算是成功突围 援京也不会理睬的 赵王看到的形势他们同样知道 可是秦军太强大了 储君三万多人马 面对的可是二十万秦军 又由猛将苏九王立坐镇指挥 恐怕要不了多久战争就要结束了 和各路诸侯的看法一样 原本按照项羽指定路线行军的陈渝 为了避免落得和项羽一个结局 下令后队改前队 结成防御阵型 行至到巨鹿城四十五里的地方驻扎 一旦项羽溃败就准备立即后撤 就在各路诸侯以为 要不了多久项羽就会被秦军淹没的时候 项羽的一万多亲兵 加上鹰部前来支援的两万精兵 三万多储君如同发了疯一般 疯狂的攻击秦军 各个以一当十 项羽渡河以后 凿沉了船只砸了完斧 每人只发三天的干粮 正是这种誓死如归的精神 让储君在绝望之中 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 秦军打仗虽然彪悍 但也又以致命弱点 就是高度依赖后勤补给 鹰部之前大肆破坏秦军涌道 切断秦军补给的战术 这时开始发挥作用 鹰部跟随项羽三天 发动了九场战斗 九进九出 终于彻底击溃了秦军 名将王黎被俘 苏角被项羽追上去 一刀下去连同头盔一起劈开 副将射奸带兵来源 结果部队还没来得及铺开 就被项羽给击溃了 射奸是王黎的得力弹将 早年跟随蒙田王黎北极匈奴立下赫赫战功 王黎的军队被张寒收入麾下时 他也跟随王黎来了巨路主战场 算是秦军所剩不多的名将之一了 结果遇到了天神般的项羽 落得一败涂地 项羽派继部中林卫前往 有心收兵射箭 结果他却坚决不详 逃到一个山间小屋里 引火自焚了 原地驻扎的陈鱼 听说秦军败了 深怕项羽找他秋后算账 命令大军即刻开拔 吩咐巨路主战场 也有想趁机抢攻的 譬如魏王豹 原本和齐戴燕的义军一样 在巨路城外持观望状态 见到项羽胜利了 立即整顿人马开赴巨路 结果还没有出营地 就被项羽派人拦截下来 项羽本来就不屑与这些人为伍 眼瞅着打仗的时候不出力 打扫战场的时候 倒是个个争先恐后 所以干脆就命令他们 一律不得出营 免得眼不见心不烦 魏王豹还想抗争一番 显然此战过后 项羽从一个众人口中 乳臾未干的矛头小子 义军成为各路义军的统帅 毕竟这一战的意义非凡 不仅解了巨路之危 更是解除了整个异军的困境 跟弱者计较 向羽与巨路之战的灰王战绩 不仅折服了各路诸侯 也彻底动摇了大前的统治根基 不少尚在秦军手里的城池 在此一过后抵抗意志薄弱 有的城池干脆望风而降 即便是正在西径远离巨路的刘邦 也成了巨路之战的受益者 刘邦带领布下打到了南阳郡 包围了婉成 可是婉成成高勾身 粮草丰足 再加上婉成富于顽抗 刘邦攻打了数日 婉成依然是牢不可破 当项羽解除巨路之危的战暴传来时 刘邦改变了主意 他派做过勤力的曹参 与婉成郡守谈和 婉成郡守认为大势已去 于是投降刘邦 刘邦立即将婉成的军队收编 如此一来 他的队伍就更加强大了 各位看官老爷们 张寒巨路惨败 赵高会放过他吗 事到如今 赵高恐怕也瞒不住了 二十皇帝胡亥知道以后 又会有何表现 他和赵高的矛盾会不会彻底爆发 关注刀刀 在下一回里为你分解 喜欢刀刀解说的话 赶快给刀刀点个赞吧